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个礼拜,我们都是经历地区嘛 过了礼拜六,就提到保罗要追求 怎样来得着接触的复活 然后我圣经里在那里看一下 我就导出一共有四种的复活 所以我就给林慧云提的 他问,哎呀,你有机会给我们交通一点吗? 我说,那好啊,但是今天导臣这个机会 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五种的复活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五种的复活说一说 这个第一种复活,这一说大家都很熟了 毫无疑问,主耶稣的复活是一种复活吗? 是一种复活 阿们 他死的复活,身上高天,进到荣耀里,登上宝座 阿们 第二呢,那三种复活 阿们 阿们 他也是复活 阿们 但是他这一种复活,以后还会死啦 阿们 所以,又是一种的复活 阿们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那世界的不信主的人 阿们 阿们 他们死了以后啊,也要复活 阿们 在哪个时候,就在七一千年国度之后 阿们 他们复活 那个时候啊,在宇宙里,神就设立了白色大宝座 在荣耀里,基督就在白色大宝座跟前那 所有死的人啊,小的大的,大人小的死的 通通这个,带到那边去 凡是明日不在生命车上的人啊 都要,嗯,扔在这个火红里面去了 阿们 那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复活了 阿们 阿们 那还有呢,这个,这个不信 这个信主的里面呢,有两种 信主的基督徒里面 这个一种啊,是得圣者 阿们 这个得圣者 阿们 是 在主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复活 阿们 复活就被提到空中了 就跟主一同 来 同在 来做完一千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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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保罗 在那追求 那个 结束复活的人 所以 这样复活的人 头一次的死 头一次的复活 他说 真是有福了 在启示录告诉我们 所以 所以这是 信主里面的得圣者 那么 第五啊 信主里面 没有得圣的 不得圣的人呢 主来的时候 要复活 被提到空中了 那么 受主的审判 就 扔在 黑暗里 来上古西方 然后 受管教 一千年 阿们 以后 在新天新地里面 在新耶路撒冷 他们才能够 跟所有信主 一起在 阿们 在这个 新天新地里面 来 一直 扔在 阿们 所以这里 一共就是 徒种的 阿们 阿们 这个 祝福 我想 把这个 阿们 这个 讲了大家 之后 这个早就知道了 但是你刚刚讲的 五祖的人 哪有 哪有五祖 哪有 哪有